对德国总理萧茲说了什么呢 其实呢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想先我们不看内容啦 我们先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画面好不好 这个说实在的今天呢 在这个钓鱼台国宾馆 那你可以看到在今天呢 是就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萧茲 跟着这个大力领导人习近平 听他在这里介绍这个地方 这个现在春天花开了 风景很优美 那在这里呢两个人散步 而且别忘了他们甚至呢 还在今天早上会谈了之后 还共进午餐呢 就这一点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先请教一下韩兵啊 韩兵我们在看就今天这两位的互动 我一直注意到就是 这个大力领导习近平就一派轻松 一派轻松 然后呢但是你看到这个萧茲 他好像很习惯把手啊 就是放在这个前面 要么有时候两个手啊 就这样一直这样握住 那总是看起来是显得相对 比较拘谨一些 就算是在这么美丽的花园散步着 您看他怎么解读 他们当时的这个互动呢 韩兵 我其实说吧就是 萧茲本人的个性 本来相对就是比较拘谨 我觉得他一直 不管在哪一个国际场合 他看起来都不是很放得开 那他这一次到了大陆去呢 再来讲大陆对他的接待是非常高规格 那也算是蛮热情的欢迎他 那理论上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又不是第一天 他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他应该是相对比较能够更放松 可是显然他并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最不轻松呢 是因为我觉得他今天内心压力 其实是很大 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样又可以从中国大陆这边 或是习近平这边能够取得一些好处 我回去又不会被骂 然后又不会受到美国啊 这些其他国家的压力给我太大 我觉得他一直在不断的斟酌这些东西 然后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取到一个最有利的地位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讲的话 假设这个反应没有错误的话 他其实讲说 他要加强沟通协调 还要维护多边国立资区 促进世界和平 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 那这代表德国要跟欧盟走不同调吗 因为欧盟现在是一直不断的 各种各样的调查 调查中国大陆有没有清销 有没有去补贴他们自己的产业啊 这些东西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保护主义的现象 就是在保护他们欧盟自己的产品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场面化呢 还是他真的要往这个方向走呢 其实就很难说 因为毕竟这次他来 跟着又是一大堆的企业家嘛 那这些企业家应该也给他很大的压力 也希望他能够帮助他们德国的企业 能够在中国这边发展的更好 所以我觉得他大概要一直不断的走在 他的美国跟欧洲盟友跟中国大陆之间 然后取得一个最大的平衡点 让德国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个对肖志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特别是不要说是其他的国家 连他自己党内就国内不同的声音都一大堆 连反对党的很多对他就很不爽 觉得他的路线是错误了 所以我觉得大概肖志的压力全部都写在脸上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井小盛围 然后异步异区就要看看自己怎么样 才能够走对这条路 对啊亮哥 所以你看呢像今天你看在这个对话的时候 然后大家这样两个字做两排 然后这个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其实还特别跟他讲 就是说这个之前见过嘛 然后现在呢又再度的见面啦 那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好 你看看大陆公布的照片 这个大陆外交部公布的照片 对啊 你看那个肖志那个样子 对啊就是我说的嘛 他就是很习惯的把这个手就这样子放在前面对不对 坦特不安啊 而且不是只有在这个户外喔 他在室内 大陆外交部公布的那个照片也是 他的手也是这样摆着 有人说这是唱声乐的吗 因为他们国内有一个母老虎啊 在家虎士丹丹叫贝尔伯克啊 那个外长兼副总理啊 就回去准备修理他啦 你有看过一个国家的国事访问 外交部长跟经济部长不跟的吗 对啊 而且是企业团 企业团经济部长竟然没来 对啊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红绿灯政府陷入精神分裂 可是呢 德国经济一直都不好嘛 去年还富的 所以他就是被企业界架来的嘛 企业界就认为说 你们一直对中国 说我们到中国好像都没有发展 我就秀给你看 所以你看他走的都是 德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的状态 对啊 从重庆到上海 人家就在跟他讲说我们做得很好啊 是是是 就让他有底气嘛 可是他就是 坦白说啦 他就是对 他就不是梅克尔嘛 他没有很强的底气啦 我跟你讲 德国社民党现在的民调只有14% 那基民党是31% 你怎么弄啊 你三个党加起来啊 没有35% 对啊 现在就真的是这样啊 现在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 这当初他做错了选择嘛 你当初如果跟基民党组大联合政府 现在德国政府稳定的很 可是他不要嘛 他就应要组红绿灯啊 红蓝绿啊 对 那你就把那个绿党给他那么大的权重 那绿党本来就不是一个主流政党 所以他们优先要照顾的是自己的 特殊的意识形态的选民啊 那你怎么办 你看这是跟他来的有自由民主党的人 表示自由民主党是分裂的 可是没有绿党的人 没有绿党啦 对确实是如此 来这个赖老师 所以呢 现在刚刚我们在看很明显嘛 萧姿是忐忑不安是不是 而且还是很多压力 但是就算是很多压力 我看像Politico的欧洲版 这个媒体就有特别报导 说这个德国总理萧姿 是甩开华府 那但是呢他是到中国 但是怎么形容呢 说是Bow into这个中国 Chinese Dragon Chinese Dragon 就是说是对中国龙低头 这个就是外媒的观点 所以他现在是压力很大嘛 可是他今天也直接的面对了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而习近平也把中方的立场 说得很明白 麦老师 向老师的压力一定有 他除了来自于国内绿党给他的压力 那他当然也会有这个美国给他的压力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 这个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他看到萧尔兹这一次到中国来访问 这三天 两天都是安排经济 最后一天才政治 马克龙马上就主动的跟媒体说 再过两天上礼拜习近平主席 要到我们的国家来访问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他们也都知道跟中国大陆建立平衡 平衡中美的关系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过去这两三年来 他们都被拜登胁迫嘛 都只能倒向美国 其实德国受伤最重 那德国为什么受伤最重 就是因为德国跟中国的经济关系最密切 然后彼此之间是相互依赖 因为并不表示都是德国依赖中国 其实中国也依赖德国 是相互依赖的 习近平自己也在会场中 谈到我们是相互依赖 其实有的时候相互依赖 反而是最安全 也是最稳定的一个关系 我依赖你你也依赖我 那我们一起慢慢做强做大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但是当美国的压力 然后造成整个小小兹的政府 背离了梅克尔往美国这边倒 然后脱离了越来越脱离中国 然后越来越跟中国不友善的情形下 那中德的贸易在降温 在降温你看德国在这两年的 整个欧洲的经济 它表现最糟糕 我们当时确实很惊讶 就是说德国是体质很好的一个国家 经济体质 怎么会摔成这个样子 那问题就在于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小小兹经过两年多的折腾 看清楚了 他看懂 也下决心了 所以他这一次的决心下得很够 我相信压力有 但是他的决心下了 我觉得美国会想办法拉 但是以德国人的个性跟立场 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 他反复的激励会比他低 那我推断了 我推断小兹会坚定的走下去 因为他不能够在选举中落败 如果德国的国会议员开始改选 而他的政党输了 那他将没有执政的可能性了 那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党金民党就上来了 那对于他来讲怎么办 他社民党就没机会了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变成为了这个选举 干脆就是重回梅克尔路线 我觉得他再重新走回梅克尔路线 所以法国的LeMond 他本身在分析的时候也认为 小小兹已经重新走回梅克尔的路线了 那也就是说 要强化跟中国的贸易来往 强化跟中国的工业经济体制的合作 这个合作就受到德国广大企业界的欢迎 那但是广大企业界是指谁呢 指那些体质比较强大的 大企业 但是中小型企业就不见得那么欢迎 所以德国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大型企业 跟中小型企业在角力 目前来看的话 大型企业比较占优势了 所以肖尔之导向这个大型企业 那这个态势也摆得很明白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